我们到夏威夷咯 开箱我们的酒店 还蛮大的耶 哇好棒的夜景 7点钟的夏威夷 我们现在去买早餐吃 在门卖饭团的 开箱一下我们刚刚是买的饭团 这个是小汤的 这是你的 哦这是我的 对小汤买了一个蛋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三角的 tuna和肉松的一个小饭团 它是热的 我第一次吃到热的这种 它是现做的呀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牛肉冬 对牛肉冬 它上面写的这个是甜木米饭 不知道怎么叫甜木米饭 这个饭肯定特别好吃 好棒哦 然后对着我们的海景view超棒 我们现在要赶快吃 然后一会儿就要去学冲浪了 给大家再看一下 白天的我们这个阳台的view 超幸运的一个view 有这个海边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去逛很繁华的这条街道 然后那边就是有city和山才能看到山 真的好像香港的感觉 哇这个三角的饭团里面料超级足 没有吃过那么多料的饭团 我们现在走势上冲浪课 哇哩 我们刚刚中午在酒店休息了一下 因为一大早我们今天去学冲浪 就是八点钟的时候去旁边的那个Wakiki Beach学冲浪 就人还可以 但刚刚我们看了一下 就现在下滩上海滩上已经人超级超级多了 而且早上的时候阳光就特别好 就是帮我们学冲浪的地方 他们还有人就是帮我们拍照 可以把照片放在这边 对然后他就说早上冲浪那个景 阳光就很好看 拍摄的照片就比较好看 对然后我们下午订了一个glass boat 就是那个船下面是玻璃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鱼的那种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先过去到那附近找找东西吃 by the way 我觉得我们这次住的这个酒店好好 叫Hired Regency 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就是走去海滩大概只有两分钟的样子 然后像今天早上我们买的那个饭团 然后包括雪冲浪的地方 还有我们明天会取车 就是租车明天取车的地方也就在我们的楼下 然后他还有卧 然后还可以去免费的去beach tower 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就是自私的一些活动 都包在那个reserve fee里面 所以我真的还是觉得这次订的这个酒店 不管是从位置 然后包括的一些那种物啊 他有一些东西都真的很棒 我们现在吃一家小汤小的拉面店 我会过这个特色的 Spice蛋蛋面 它现在按照辣度不同收费的 Bice Level 3 嗯哼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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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哇好辣 哇看我的这个完全带 我这个很糖心带 哇刚刚那家店真的是辣到辣到胃痛 Level 3真的已经有一点非常非常 hard to handle了 好像说一个Level 2都已经辣到呆枝了 没有啊 耶 我很棒 那么现在去Pookon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买 有什么都 fle笑的 alongside来 Environmental 加热 我们现在要去坐船 坐这个glass bottom boat 我们马上就可以登船了 然后应该就可以看到一些 水里的小动物 还不确定 小汤定的行程 哎呦哎呦 防晒喷到眼睛里了刚刚 这时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坐的船 哦这是glass吗 是可以爬下去吗 我们不可以爬下去 我们在冒险来说 可以用红色的海银 海银需要冰淡 海银 做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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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什么海洋生物都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出海还是蛮美的 我们看到了冲浪的人 我们看到了滑翔伞的人 这种各样的人 有一些别的船 这是那个 小丑鱼 对 范林莉莫 对吗 它的胃所以有 吃 我们从船上下来了 我们一会就要回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去楼下逛一逛 我们现在在等吃炸猪排 非常幸运 就要等五分钟就有味 这是小汤自己要做一个炸猪排的酱 还要自己研磨 这个白芝麻 我点的是一个炸猪排的咖喱 咖喱酱在这里 炸猪排 然后沙拉 还有味噌酥 炒汤 继续研磨 他点的就是一个炸猪排套餐 海市这边的特色之一 我根本的咖喱 我的更酥一点 早餐的就更肥美一点 还是不一样的 我的比较薄切 所以就比较薄 早餐那个是厚切 就更香 它那个肉也更肥 油脂更多 哈喽 今天是我们来夏威夷的第二天 我们今天早上租了一个车 我们这次出车 是准备租三天两夜这样 然后就可以把比较远一点的景点 就一起玩掉 对然后今天的话 我们现在是开车去植物园 然后我们会去平等院 下午大概1点钟的时候 我们要开车到古兰尼牧场 因为我们约了一个1点40分的tour 然后晚上我们就会回到 还是Makiki Beach这附近 我们订了一个日式的 喋不喋不的晚餐 对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行程 那我们就植物园见吧 拜拜 我们现在走进这个植物园了 真的超级超级漂亮 一定要来 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标志说不能拍照 我刚问了一下 它是说只是你开车的时候 不能在路上拍照 以免造成就是交通堵塞 但是你进来之后 这边是可以全部随便拍照的 就是一进来 有一个停车场 我们先把车停了一下 然后准备走去一个湖 刚刚有一个工作人员说 这个湖旁边的景色 特别特别漂亮 所以我们先走过去看一下 突然下雨了 但是天还是晴的 我们现在要走去这个湖 1月2日 我們買好票 現在要來平等院囉 這個冰淇淋 據說 巨好吃 不敢想像所有人都說超級好吃 一定好吃的冰淇淋 好怕我的期望太高 嘗一下這個所有人都超級誇讚的冰淇淋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口味的 它叫什麼Lady of什麼 哇 好好吃 哇 這個是我最好吃的冰淇淋 我們現在先開車去古蘭尼牧場 然後再吃飯 因為現在時間有一點點改 那這個冰淇淋真的是太好吃了 古蘭尼牧場 我們剛剛先去check in了 然後現在走回車裡去吃午餐 然後它這個tour是1點40分開始 我們要1點半去那裡集合 對 但是它要求你提前40分鐘check in 回去吃我們那個最好吃的 還不知道好不好吃的那個餐車買的東西 這塊地方就沒有什麼吃飯的地方 所以我當時就在沿途找foodtruck什麼的 然後就看到了這家餐廳 但是我當時看那些圖片呢 就感覺這個菜真的看起來不是很好吃的樣子 但是就評論都說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就懷著非常忐忑的心情 覺得要去試一下 但是剛剛那個冰淇淋就已經非常非常成功了 而且它那個冰淇淋是下面還有一些像甜糯米一樣的那種東西 但又不是就不知道是什麼 但下面是熱的上面是冰淇淋 然後融化就會一起吃就真的很好吃 我們買了一個24小時的一個combo 他們評論就說你可以try everything like for a small bite 然後我們選了這個rice 是因為還有另外一個主食的選項叫poi沒有了 這些都不知道是什麼 有點像salsa 這是主食應該就是一些肉 我們選的是beef 是不是看起來感覺很沒有食慾 這是什麼粉條一樣的東西 這個有一點乾 這是肉 這是肉嗎?這不是菜嗎? 這個裡面是豬肉 這個是像荷葉一樣 鹹菜一樣的東西 豬肉燉粉條 這蠻好吃的 嗯 我們也在這裡 這是一位的雞蛋 還有這一位的雞蛋 我們也會讓你們知道 那些雞蛋 也有一個很困難 而且很難 非常簡單 是一個很難的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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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從古蘭尼牧場出來 路對面就是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叫草帽山 打卡完成 要去囉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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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